國民黨北市議員徐巧欣 開心掃街謝票 順選心情藏都藏不住 因為自己是北市 松山新義選區最高票當選 謝謝大家 另一位同樣實力堅強 第二高票當選 外界關心兩位藍營超級席票機 下一步是否投入立委補選 沒有這個打算 再加上其實我明天就要出國了 所以就是一個人間蒸發 人間蒸發模式 現在為止 我沒有任何的計畫 要去繳住這個立委的補選 國民黨內呼聲最高 兩位曾被點名 但剛剛當選議員後 反倒互相推薦 也明確表態 自己不願再戰立委補選 只不過北松山與中山選區 講完留下的立委選區 究竟誰來接棒 兩人一口同聲點名這位 我覺得目前 比如說大家浮上檯面的 第一個王浩議員 那麼大家都知道 他在中山區經營非常久 六十五歲的王浩 在中山大同區有五屆市議員資歷 今年放棄連任 之前曾表態有補選議院 另一頭民進黨 則可能推派吳怡農 與輔選大將阮昭雄 兩人也曾表態要角逐 至於民眾黨秘書長謝利公也喊話 北市立委補選絕對不缺席 目前人選可能由北市黨部主委 林國成出戰 只是還得再討論決定 大選剛落幕 立委補選 週一就開放登記 藍綠白由誰披戰袍 外界拭目以待 進行我們改變新城之方向報導 謝謝 ね 議案 議案 空事 對 海大同 軍分 華 每 HR